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保地价 保地价其实负责的部门就是地政署 那什么土地是需要保地价呢? 就是当那个用途之前和之后 譬如我们申请了我想改变用途 或者在地契里面去取消一些条款 或者更改一些条款,令到用途有所变更的时候 就需要去做保地价 那就是我们要计算一个叫做before and after value 就是说之前和之后的价值不同 那个部分,土地增值的部分 那个就是叫做保地价 那保地价呢,其实以前在香港呢 最初最初有一个叫做公务局的 廖本怀的时代,即是七几年 一个部门就负责了土地的行政和建筑物的 那后来就叫做建筑及地政署 然后再后再分拆呢,就是建筑署,即是屋宇署 和地政署就分开,即是每一个就是一个署长 那就令到呢,变成了两个部门 那个效率,即是分工就仔细了,但效率呢,就有机会是降低了 屋宇署,譬如我们入职啦 我们都有一些叫做performance pledge 就是那个叫做,我们答应了要有多少日 我们要去回复,譬如我们入职呢 那些屋宇署里面的人呢,就要28日之内呢 会就你入职那里呢,就会给个意见 究竟你是合格,还是不合格,还是你要重新再入职 那通常呢,就很有趣,就是那些,我知道很多职司 或者我的同学里面,即是有时做不及的时候呢 去到二十几天的时候呢,就叫你做些修改 再退一些时间呢,这样去做 那令到,但是都起码有个期限 但是地政署,讲到保地价,通常花费的时间呢 是要几年,为什么需要他们要几年的时间 去做一个保地价的程序呢 就是因为他们通常,地政署呢,要去做一个统筹 要问好那么多的部门,譬如是路政署,渠务署,或者是环保署 究竟是同不同意他这个申请,去改用途也好 或者是remove一些clause 那时候呢,那每一个部门呢,你走去问他的时候呢 他又要时间回答他,来来回回,那差很多板的时候呢 那他呢,就是不需要有一个performance patch呢 是去答应我什么时候要复你 那所以,如果是买了一些地,是打算去做保地价 而你是一个小型的发展商的时候呢 你未必有这样的人力和财力物力呢 是去顶这几年 那大型的发展商,他是足够有时间 去跟他,去等他做这个程序 给他一口价,复你,究竟这个保地价是多少 那通常市况因为会是波动 那你不知道他复你那口价呢 那个市况是高还是低 那以前我师兄梁振英的年代,2014年呢 他就提出过,这个保地价呢 就引入一个叫做仲裁的机制 希望呢,就说如果大家有一些不同意的时候呢 就找第三方去做一个仲裁 在一个上下限里面呢,就去谈谈他 那超过这个限限,或者超过了一个上限的时候呢 就没有了,大家都不会接受的时候呢 就可能是要重新再去,去申请多一次做一个revision 那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游戏规则来的 就是他们去申请那个仲裁呢 那个发展商是需要给一成的现金 再给多5%的承诺 就是说,无论可以和不行 他都要放了一些钱在这里呢 那那个上下限呢,那个政府是不会公开出来 那就等那个仲裁那个呢,去订那个价 最后来是不是在那个范围里面呢 那这个是,14年后来去讨论了几次了 那他们现在最近又是提出一些 刚才我类似的那个上下限那些 那些超出了之后啊,那些怎样的玩法 那就,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内地的发展商 一听到说,是牵涉到一些 关于保地价的物业,他们就不会考虑 就是因为那个不可以计算 即是不可确定的因素是非常之大 那他宁愿去找一些 譬如真真正正我是公开拍卖 或者是不需要谈保地价的项目呢 他们更加容易控制成本 这个就,我想讲讲是关于保地价一样东西 可能有些师兄啊,或者是一些师傅级的朋友呢 如果我有什么说错呢,可以去指证我 或者是大家做些交流 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么多了,拜拜